有線電視新聞台 如果因為有些人威脅發動激進的違法活動就屈服 那只會換來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 李飛說人大常委會做決定的時候 考慮到佔中問題 並且相信香港警隊有能力處理 有法民野元在場外示威 李飛說一度被打斷 有示威者被抬離牆 場外就有示威者一度想衝入會場 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歡迎收看這支新聞,我是尤雅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出席政改簡介會 解釋香港普選框架決定 他表明不會向佔領中環屈服 相信香港警隊有能力處理 中央就是堅強後盾 港道有立法會議員表明要否決方案 李飛說只要社會凝聚起強大的共識 在《基本法》之下 始終有落實普選的途徑 鄭思思回到 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之後 不夠24小時 李飛聯同其他中央官員 在香港出席800人簡介會解釋 李飛一開始就先回應社會三大憂慮 排頭的是佔領中環 鑽領中環是違法活動 古今中外無數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告訴我們 如果因為有些人威脅發動激進的違法活動 就屈服 那只會換來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 從維護法治 維護香港長治九安的角度出發 果斷地做出決策 中央始終是香港特區的堅強後盾 第二憂慮是一旦政改不獲通過 香港管治將會更加困難 李飛表明如果民意強大 始終有方法落實 至於第三憂慮 擔心今次是終極方案 他回應任何法律都可以進一步完善 李飛之後逐點解釋人大決定的框架 包括很多人眼中太過高的個半數提名門檻 他認為更加公平 又舉選委會為例 沒有任何一個政團和利益團體 可以控制選舉委員會 現在這個決定 規定要有過半數支持 就意味著任何政團參選人 同獨立人士一樣 不可能只靠其政團 在提名委員會內佔有的意思 而獲得提名 從而保障 提名制度的公平和公正 李飛又重新 在深圳向泛民說過的一句話 我們從來都認為 大多數的泛民主派的朋友 也是愛國愛港的 在這種發展大勢下 謀求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 甚至要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 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因此希望那些持有不切實際想法的人 能夠改變他們的立場 加入到愛國愛港陣營中 他在結語之中談及自己的體會 說普選的爭論近三十年 中央明確糾正編離基本法的錯誤認識 否則爭論不會休止 看到全國人大唱會決定後 在座的有些人士 可能感到決定的內容去到近 我認為實際上是對應當規定的問題 規定下來了 我們不能因為幾少數人 唱衰香港、唱衰基本法、唱衰一國兩制 就對這一偉大的事業產生懷疑和動搖 有線電視記者鄭詩詩報導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 下午五點會開記者會 有線十台到時會直播 講返這場簡介會 同場的人大常委會 法官委副主任張榮順秀形容 提名委員會是一塊美玉 越看越可愛 提名委員會 提名行長官候選人制度 是一項偉大的政治發明 它來源於香港社會的提議 產生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之中 符合國家體制和香港的實際情況 香港基本法關於提名委員會 提名行長官候選人的規定 越看越可愛 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 是個好東西 是塊美玉 不要把它丟了 行長官普選之判法的設計 就是要把這塊美玉雕琢砸成器 大約二十個泛民議員 在簡介會舉行期間抗議 有議員被強行抬走 簡介會一度要暫停 泛民議員重申會否決 根據人大常委決定 提出的政外方案 陳婷筆 李飛走向台前準備發言的時候 社民連家梁國雄率先站起身抗議 多個保安隨即將他帶走 期間李飛繼續發言 過了沒內 台下大約二十個泛民議員 也站起身叫口號 抗議中央沒有信用 多個保安上前將他們包圍 要求他們離場 李飛一直沒有理會 繼續發言 但幾分鐘後 還是暫停了 李主任 不好意思 各位來賓 由於我們的別罪暫時受到影響 我們暫時停止我們的簡介會 有議員被強行抬走 其他議員也逐一被趕離場 中央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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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殺普選 法文強調 不會接受中央定出的政改框架 有些人說可以選投白票 可以用白票去否決一些大家不支持的候選人 香港市民這麼多十年叫我 不是去爭取一個投白票的方案 北韓的金證人都有人一票的 我們不要這一類北韓式的所謂普選 之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亦都在場內抗議被保安請離場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 和平暫中發起人陳建民 出席簡介會期間中途離場 他批評李飛的講話是混淆視聽 今天我們來就要詳細聽一下 究竟我們還有沒有對話的空間 我們的結論就是 李飛可以說是混淆視聽 指鹿為馬 完全給不到我們社會一個好的交代 這個是陰點政治披上了普選的外意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批評 翻文理場抗議 無助推動2017年普選 我覺得他們今天那種情緒發設 是無助於推動到這個2017年的普選 我希望他們過了這幾天之後 是回復一個理性務實的態度 我覺得這樣才符合市民的期望 我希望這樣才能夠令到普選得以落實 場外有多個團體請願 並且向到場的港區人大代表抗議 其中熱血公民一度想衝入會場 警方施放護照噴霧 陳耀宗美龍 簡介會開始之後 熱血公民十幾人在會場外衝過安檢位置 保安後面是警方預先擺好的鐵馬 和捉成幾道人牆 警方拉橫牙警告雙方對峙 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示威者向後退 警察 inizi子 防 示威者在期待 laps 描剪會 警方與保安鎖起了從從鐵馬和人牆 防止未獲邀請的人事情衝擊或試圖準招 簡介會開始之前,社民連成員向出席簡介會的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抗議 代表香港人,我沒有權選你,你港區人大代表憑什麼做,香港人沒有投票給你 何文思潮成員就跟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寧對質 你想不想有一個提名的機會? 我也很想的 那不如我們一起爭取吧 不是一定是我的意見就是為主導,如果不跟我的意見我就要反抬 我相信對不起,這不是民主精神 亦有支持人大決定的市民就普選問題和反對團體在會場內對罵 友善電視記者陳耀忠報道 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說 中央違背承諾一意孤行,定是最壞的普選方案 迫使民非佔中不可 相信日後會有更多的街頭抗爭,影響到特區政府管治 又說方案三度落閘,質疑特區政府的第二輪諮詢有什麼意義? 人大的決定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個壞透的決定 為什麼呢? 首先講講從特區政府的角度來看 特區政府這次喪盡市民的信任 日後管治是會舉報為奸 因為一個三度落閘的決定 只會令到更多街頭的抗爭和激進的行動 三人少了根本可以解散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見到 沒有任何餘地會去相折或尋求共識 因為你三度閘都落了 日後第二輪諮詢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回來再看其他新聞